斗魄之无上之境 第576集 雷霆将要落下 混沌不灭与清林也赶到了 看着人形粗壮的雷霆 混沌不灭 看了一眼药坛中 纹丝不动的硝烟 身形一动 急忙要上去帮忙 忽然被一道声音制止了 不用 我自己来 说话的人正是硝烟 药坛之中 硝烟双眸猛然睁开 眼眸之中可见一团火焰在其中燃烧 一抬手 绚丽的火焰喷影而出 化作一道道火龙 盘旋直上冲向雷霆 二者顿时冲击在了一起 火龙一凝化作天火横骨齿 嗖的一声 药坛之中硝烟身形一动 背后天妖骨齿浮现 身形化作一道长虹 一把握住与雷霆对抗的天火横骨齿 手臂一震 雷霆向后一退 猛地一挥 雷霆散去 天上的雷云并没有散去 滚滚雷音越发响彻 就好像被激怒了一般 雷云开始收缩 忽然 雷云之中一条更强更粗壮的雷霆 呼啸而下 隐隐约约间 有撕裂之声 地劫 小炎之前是什么实力 为什么会出现地劫 这难道要突破八星了 耀天眼神微眯 带着震惊之色 清浩然却没有太多的惊讶 似乎对此已经见怪不怪了 呸 臭小子 竟然又突破了 混沌不灭 呸了一声带着不甘 眼神之中带着羡慕的 看着半空之上 与地劫对抗的消炎 不对呀 这怎么会有地劫呢 不过混沌不灭 看了一眼消炎 惊异之外 目光很快注意到了 虚弱的彩琳 急忙飞了过去 先是对着彩琳拱手问候 发生什么事了 怎么会如此虚弱 彩琳是魔兽家族的守护神 混沌不灭 剑状更是无比着急 她事先听闻彩琳外出 后又听闻消炎重伤 才速速赶来 一来就看见彩琳脸色极差 顿时心急如焚 守护神对于一个家族来说 其重要性无与伦比 要是守护神出了事 有些时候对于一个家族来说 将会是毁灭性的打击 魔兽家族在斗地大陆之上 地位虽然不弱 但是距离上一个守护神 还在之时 相比之下 差了太多太多 一代守护神 也是一代家族兴盛之时 清琳和彩琳二者 对于妖族和魔兽家族来说 那都是至关重要的存在 是无论付出多大的牺牲 都要保护的对象 彩琳摆摆手 示意自己没事 混沌不灭一脸着急就要追问 彩琳猛地抬起头 狠狠地瞪了混沌不灭一眼 混沌不灭到了喉咙的话 硬是被咽了下去 脸上冷汗直冒 她是魔兽家族的爵士天才 成长速度虽然与硝烟比起来 逊色一筹 但是在魔兽家族 混沌不灭的地位 那可是顶尖的存在 被彩琳一眼看的 她大气都不敢出 彩琳淡淡开口 她似乎早已预料到了 自己寄陷惊险 会引起魔兽家族的追问 不过对于彩琳来说 活着的意义不是为了家族 爱 有时候对一个人来说 大于拥有的一切 即便是背负着整个家族的命运 但也会为所爱之人 在所不惜 混沌不灭被彩琳一瞪 不敢再多言 只好搭了着脸 退避到了一旁 混沌不灭看着现在活蹦乱跳的硝烟 哪里像消息中说的那般 重伤宾死 混沌不灭嘴角抽搐着 更可恨的是 一来就看见硝烟突破 与硝烟结败兄弟之时 硝烟实力还比他弱太多 这只是眨眼间竟然就超过他了 作为兄长被兄弟硬生生超过的感觉 说什么也不舒服 不过混沌不灭转念一想 嘴角露出了一抹笑意 虽然心中有些不甘 但是不得不承认 你小子的天赋比我强太多 不过我是不会放弃的 也许哪天我也爆发 就能超过你呢 混沌不灭自言自语的哈哈大笑 众人却一脸错愕 不知道混沌不灭在笑什么 却又不敢询问 仙耻无垠 半空之中一道道齿痕出现 雷霆与其对抗 但也只是片口之势 雷霆虽强 但是硝烟更强 散 硝烟怒吼一声 千尺无影狂暴的力量 直接把雷霆轰击的粉碎 化作了零星的光点 天际的雷云 犹如听后硝烟的拆遣一般 在此刻全部散去 露出蔚蓝的天空 硝烟此刻的气息赫然 七星后起 这一次突破与以往都不同 以往都是靠着三奇物吞噬从而突破 当然 这一次虽然少不了涅槃重生炎的帮忙 但还是因为众人寄陷出来的精血 给硝烟充足的地支元气 才让他得到了突破 成功突破到了七星后起 天际之上 硝烟没有耽搁 看着雷云散去之后 身形便降了下来 对着清浩然 耀天 抱拳示意 然后对着耀老点了点头 清浩然和耀天 也是微笑着点了点头 硝烟随即飞到了彩琳和勋儿的身边 将二女紧紧地拥入怀中 彩琳和勋儿眼眶顿时都红润了 谢谢你们一路陪伴 硝烟口中清难 话语进入彩琳和勋儿的耳中 两人眼眶中的泪水再也包含不住 彩琳勋儿 硝烟从最初到如今的一切都离不开他们 这样的情感只能用至死不渝形容 感情之深已经远远超出了夫妻之情 那是一种更高的情感 比亲情更亲 比爱情更深的感情 抱完二人 硝烟目光看向一旁的珍妮 珍妮脸色自然也是不好 她努力地挤出笑容 本想说什么 却一下子晕了过去 硝烟急忙上去扶住 手中出现一枚丹药 放入了珍妮的口中 来 把珍妮小姐扶回去休息 硝烟看着珍妮眼中寒情 将珍妮凌乱的发丝捋到耳后 微微一笑 辛苦了 好好休息吧 接下来交给我就行了 硝烟缓缓地抬起头来 目光看向药族组长药天 缓步走了过去 师祖 他们情况如何 硝烟开口询问 其实事实上 硝烟早就用灵魂之力 打探过他们如今的情况了 只不过为了顾及耀天的面子 这样的询问 能够显现出硝烟对耀天的一种尊重 耀天被硝烟这一询问 有些发愣 这炼药之术上 经验或许比硝烟确实要丰厚很多 但药族毕竟落寞太久 族中能拿出来的底蕴 怕还没有硝府多 只不过哪家都有几个拿手本事 硝烟如此肯定 是有他的想法 因为硝烟用灵魂之力 打探南耳明的时候 发现南耳明已经伤得极重了 其他人在药坛之中 虽然伤势都很重 但也勉强是稳定了下来 可南耳明却越来越虚弱 耀天眉头也紧皱 他自然知道硝烟如此说法 定是在询问有没有什么办法 救难耳明 哎 屠孙哪 他伤得太重了 怕是已经无药可救了 其他人或许还有的依旧 只是他 怕是身体都被毒液浸透 全部坏死了 如今 只剩下了一缕魂哪 耀天缓缓开口 硝烟双目发赤 没有再言语 立刻盘坐下来 袖跑一挥 燕目顶赫然出现 硝烟没有时间耽搁 他必须以最快的速度 为他们炼制生命之花 但南耳明这里 即便是有生命之花 恐怕也没用了 炼制生命之花最主要的 就是要不死草 这位主要才 硝烟手里有二十株 每一株都有价无事 硝烟不能有任何的失败 每一株都必须成功 硝烟如今是 地之七品的炼药师 生命之花只是六品丹药 对于硝烟来说 炼制起来 并没有什么很高的难度 硝烟此刻必须抓紧 每一分每一秒 因为此刻 必须为南耳明争分夺秒 也许 他还有一线生机 这炼制生命之花 还需要一味药材 也就是与炼制回春丹的同一味药材 生命果实 硝烟如今手里的生命果实 还有很多 并不稀缺 反而是这不死草 有十株要留给活彩凤 不过数量上 硝烟没有必要担心 手上如今有二十株 如今只需要炼制五个生命之花 生命之花的功效强大 但是对于如今的南耳明来说 恐怕也只能延缓他生命消失的速度罢了 硝烟需要的 就是延缓 只要给他足够的时间 一定能找到方法 救南耳明 生命之花 三味主药材 九泉之水 生命果实 不死草 这些药材硝烟全部都有 但是他并没有真正炼制过 硝烟将三味药材拿了出来 又取出了许多辅助药材 这生命之花是六品丹药 这样的丹药 本身具备的功效就十分逆天 还仅仅只是六品 但恐怕炼制起来 比七品指南不易 众人不敢言语 纷纷避让开来 硝烟眼眸微眯 身上的天火疯狂涌出 化作一道道火龙 犹如变成了硝烟的大手一般 将药材包裹住 有的炼成粉末 有的炼成了液体 不断地调和 不断地稀释 硝烟不一会儿 额头上就密集地全是汗水 脸色有些难看 硝烟毕竟刚刚恢复 虽然有通灵丹火和涅槃重生炎 让他如今恢复如初 但本质上 硝烟如今体内气息 还处于混乱状态 但他没有时间去理会 采林熏儿以及药老等人 在一旁担心不已 混沌不灭却发现了硝烟不对的地方 走到清浩然一旁 小声对清浩然询问 莫皇 硝烟先前是七星中期 清浩然闻言愣了愣 不知道混沌不灭 为什么要询问这个 想了想 他点点头 是啊 硝烟先前是七星中期啊 现在七星后期了嘛 没错呀 嗯 等等 刚刚 为什么出现了地结 被混沌不灭这一问 清浩然也是一惊 这星与星之间才会出现的地结 为什么硝烟这个层次的突破 也出现了地结 清浩然顿时冷嘶一声 是有点奇怪呀 为什么会有地结出现呢 清浩然也说 耀天也是一阵 众人顿时一脸错愕 我倒是听说过 也许是这片空间的灵 觉得硝烟太过逆天 所以要降个雷劈一劈 硝烟 混沌不灭一脸认真地 看着清浩然和耀耀天 然而却换来耀耀天和清浩然 一脸鄙夷的眼神 仿佛就像在看一个神经病 嗯 当我没说吧 等硝烟完事了 亲自问问他吧 混沌不灭被这两人看得一脸尴尬 兴兴地走到了一旁 立马传信给火虫儿 他的狼军出事了 让他速速前来 人族这边宫殿之内 真宗福和真不凡坐在大厅之中 黑甲中年人站在二人跟前 回报先前发生的事 真不凡脸色显得有些难堪 大哥呀 这么做恐怕有些不妥吧 真不凡一脸苦涩 真宗福却没有太多的表情 对着黑甲中年人点了点头 好了 没事了 你下去吧 这件事做得很好 真宗福没有立即回答真不凡 而是先把黑甲中年人有意支开 黑甲中年人对着真宗福抱拳 人皇之命 自当义不容辞 小的告退 黑甲中年人恭敬地说完之后 便大步离开了大殿之中 此刻大殿只剩下了真不凡和真宗福 真宗福手中出现了一个蓝幽色的玻璃球 上面出现了血顶 鬼隐在丹雁身上不知道做了什么 真宗福和真不凡都好奇地仔细看着 看着看着 真宗福冷冷一笑 真不凡却似乎没有看出什么端倪 真不凡主要是管理商盟 这些势力之间的恩怨情仇 他倒不是很清楚 大哥 此人就是那一只传闻中 影子盟的最强杀手 鬼隐 真不凡对鬼隐也有所耳闻 只见玻璃球里 鬼隐离开之后不久 黑甲中年人又出现了 这影子盟也不能留啊 这鬼隐竟然也想嫁祸给硝烟 不过也好 这样一来我们也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告诉硝烟 是影子盟的人干的 与我们无关 真宗福微微一笑 似乎找到了一个突破口 让整个计划显得更加的完美 大哥呀 毕竟硝烟与我们还是有几分勤奋的 如此一来 显得我们不就太过 恶毒了吧 真宗福内心对硝烟还是十分有好感的 总觉得这么做不太好 所以从一开始 真不凡就一脸苦涩难做的表情 这件事你就不要参与了 你放心 我向你保证硝烟不会有任何生命危险 你要明白 这个计划已经走到了这一步 硝烟对我们来说缺一不可 我们对硝烟来说也同样如此 这人是吗 本就如此 互相利用也见怪不怪 况且若不是我 硝烟恐怕早就没命了 真宗福缓缓开口 说完之后 真不凡想了想 的确如真宗福所说 这次要不是真宗福派人营救 虽然营救是一个幌子 目的是想借刀杀人 嫁祸给硝烟 但事实上 也的确是救了硝烟 计划本来是想最后才告诉硝烟 但如今这个计划 鬼隐却不知不觉中 帮助了他们一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